總統府在等一個良心 向蔡英文大家在等一個良心 韓蔡再度等一個人進去結籠 蔡英文總統值得這三年半 說高雄在等一個市長 但是總統府在等一個良心 總統府已經有個良心了 而且這個良心會繼續的再做四年 這個韓市長在過去這樣的信口開河 而且對於他所做的承諾 他都不把它當作一回事 那把它自己比做是良心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不會有 不會贊從的 韓蔡再度隔空交火 起因18號韓國瑜到中選會 登記參選那一天 所有的造勢場合大家可以看得到 到蔡英文的場合等一個變黨 到韓國瑜場合等一個人 高雄的市民也在等一個市長嘛 不是嗎 韓國瑜屢次主動攻擊 讓執政的蔡振瑩一路追著打 所謂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次股票術語叫做借殼上市 不是真正認知到1911年 孫中山先生創辦創建的中華民國 到現在台澎金馬 那我覺得賴清德院長跟蔡英文總統兩位 一定要對國家定位講清楚 否則又是另外一種欺騙 韓國瑜掌握話語權讓小英回擊播版面 謝謝黃家瑋 台北報導